亲爱的宝露神父 黄金对我没有吸引力 但黄金的颜色 让我想念百合圣母堂花园里的苦城 欧洲人为什么要来东方 最大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是为了寻找黄金吧 西班牙人很早就听说 爱尔摩沙东海岸山区产金 可能来自华人的传闻 那里有产金的溪流 土著身上还带着金饰 哈喽大家好 我们又到了礼拜天 你现在收听的是 联合开帕制作的独享时光 今天就让我们带你漫游美食与阅读 疗愈一下你的下班时光吧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语坛嘉宾 爱尔摩沙玛利亚的作者 曹明宗老师 大家好 欢迎老师 先跟大家补充一下 明宗老师其实是联合报的老朋友 他曾经在联合报任职了20年 那一开始从记者 后来到主编 那最后再成为那个 自有作家 跟英文导游 那本身也是台湾史的研究者 目前已经出版40本的著作 老师出版真的非常多的书相关是在台湾的历史 还有美食小吃类的 饮食文化 对饮食文化 那今天非常适合就是邀请老师来带我们导览一下 不同时代的台湾 那明宗老师我们今天要带听众游览是什么时候的台湾 那这是17世纪 因为17世纪台湾有荷兰人跟西班牙人曾经统治过 荷兰人是在南台湾 西班牙人是在北台湾 因为北台湾这一部分的 它的历史文献出来比较晚 是 资料比较少 所以一般人比较不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17世纪 也就是老师刚刚提到西班牙人在北台湾的一个历史的那个游览开始 是 对 问一下老师就是爱尔摩沙的玛利亚这本书 它的故事的背景跟发展的场域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就是在15到17世纪是欧洲的大航海时代 那欧洲人的一些海权的国家 像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英国 他们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展开殖民贸易 然后还有传教 那当时台湾就被带进了那个国际舞台 那是个帆船的时代 所以行情都非常远这样 那我就是因为西班牙在台湾是 从1626年到1642年 一共16年 那他们的总基隆和平岛为基地建成 然后在活动范围在比台湾还有东台湾这样 他的这个整个历史16年的历史为背景写出来的小说 这本小说呢既然就是提到是小说 他一定是有一些就是故事的主角在里面穿插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设定两位主角 那一个呢是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神父 他叫洛旺 然后是后来成为神父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主角呢 是在我们基隆当地生活的一个 马赛族的原住民女孩 他叫做雨兰这样子 那故事也非常精彩 就是由这两个主角在不同的一个多元的文化背景下 他发展出来的很多的一个故事 那其中也包含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这样子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当初看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特别 因为我们一般熟知的台湾又叫做福尔摩沙 福尔摩沙 那老师您书名他写的是爱尔摩沙 那福尔摩沙跟爱尔摩沙 他们同样都是指的是同一个就是台湾的意思 没意思倒 因为就是这个是就是荷兰文跟西班牙文的差异 那因为普尔摩沙跟那个荷兰文都叫福尔摩沙 然后西班牙文他是H开头了 然后因为西班牙文的H不发音 所以他就要你就念做爱尔摩沙 所以我们就给他翻作爱尔摩沙 这样比较能够真实反应当时的西班牙语 对台湾的称呼 那你一看你就知道是在讲西班牙语 理解 也就是说就是跟我们这本小说的一个主轴背景有一个连结 爱尔摩沙就是福尔摩沙 理解 是 好 那老师会好奇就是您写了很多的历史 那一开始你接触到西班牙在台湾殖民史的这个题材 是什么样的原因跟背景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台湾的这个历史 我在当记者的时候是联合报的文化记者 我当时就很喜欢采访用台湾历史的最新研究 像中华研究院还有一些台大研究 我都喜欢做这方面的报道 后来我就开始私下很喜欢研究台湾的历史 然后尤其因为我基隆人 然后那个所以我会对西班牙 地理之变 也会对西班牙这一段又特别有感情 那因为当时的资料都不多 因此的人比较少 然后 然后我又在和平岛附近住了 已经像已经三十几年了 我常常走路就到和平岛散步看海 所以我对这一代特别有感情 那也是因为对这个东西非常的 这段历史就越来越熟悉 所看到的书越来越多 然后又大概在三年前又 因为当时基隆市文化局在 他们在做那个基隆的历史研究案 那我就受委托做了一个和平岛的 从古代到现在的一个历史文化调查研究案 然后之后我就对这个岛的这个更熟悉了 包括它的地景还有历史场景 都很熟悉 那我是六年前六七年前开始想说 就因为当你对这个历史很熟悉之后 然后就突然就浮出来了一个故事 你知道吗 那因为我其实我从来没有写过 想要写小说 突然就浮出一个故事 那我想说那这样 这是我们说的历史小说 它就是架构在历史的上面 有考究的历史上面 然后你里面有你也加一个那个故事 那你的小说里面的人物 有的是真实存在的 那有的是你虚构的 虚构的目的是为了要把你这个故事 讲好这样 了解 是 老师我看到就是书里面的第一章 第一回合 有一个您提到就是 有遇到西班牙来的 Domingo夫妇 的一个意外记忆 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吗 我就是希望说 有人说你如果写到以为 是真的 那就 成功了 成功了 可是事实上里面 当然里面也有部分是真的 就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 我一开始就有遇到那个瓶颈 你知道吗 是 因为我是故意要 就是说让能够穿梭 那个400年前跟现在 要跟它穿起来 对 所以我一开始就设定有一个导游 你知道吗 然后他也来导览一个西班牙人 来参观这个和平岛 后来就很难写 后来想说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你就帮你自己写进去就好了 后来我想对啊 其实也蛮符合老师的身份 我说我就是导游 而且我写的那艘游轮 那是真实的 因为我就是 我曾经在游览的那个 基隆港的旁边在那边等游客 国际游轮 对 海洋航行者 对这艘船很大 他可以坐3000多人这样 我当时就是曾经在码头等他们下来 然后会带一些 你知道他们 船上有非常多人是讲 是西班牙语的后裔 当然主要是美国的佛罗里达 都的人 那我就带他们去 九份啦野柳这样玩这样 那我在跟他们船上 在那边介绍台湾 我都会谈到那个西班牙语 因为他们会有兴趣 对 西班牙语曾经在基隆这个地方 16年的历史 我都会讲这个故事这样 所以我这样用我的把我自己写进去的话 然后就 很自然就带进来了这样 很顺 然后就可以带到 带他们参观 因为这是一个开始嘛 我在他们参观说 河滨岛现在什么状况 有点连结历史的一个感觉 然后刚好河滨岛现在有一个教堂的考古嘛 嗯 然后我就以这为重点 然后就带 把这个整个故事先埋个梗 然后用这个西班牙的人来参观 然后再带到说 我发现了这个有 有当时在 就当时的若望 那当时是士兵 那他曾经在基隆16年 每年都有写信给他在西班牙的一位神父 然后那个神父就保留了他这些信 那些信就成为我这里面的小说花灰的地方这样 诶老师那这个你刚提到的那16封信是真实存在的吗 这个也是有人问过这样 很冒奇耶 我觉得好神奇哦 因为同样很成功 就是说如果你以为是 是真的有这个信 嗯 然后就我想说就很成功这样 会不会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那个和平岛现在正在进行那个历史靠谱 是 就是说 当然我有问过专家就说 如果当时写的信 现在还会不会存在 对啊 那实际上是存在的 他不会说整个都坏掉 如果你有好好保存的话 现在西班牙人 有机会 西班牙人听说他们还有保留着 当时在和平岛的人写了一个日记这样 可能可能是少数的这样啦 可是这样就证明说 他是如果你当时有好好保存 而且我写的是保存在教堂里面 是那他们应该会保存的更完整嘛 是是是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东西来 我是那里看了信 然后他们帮我翻译 我翻了中文 我说我要来台湾找那个 我们中文英雄的人 去那里做扫描 做数位典藏这样 对 好 真的是很虚实之间 感觉是非常的那个真实的耶 历史是历史是真的 啊信是也可能 当然是我虚过的 有可能会存在的 可是他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对 了解 这就是用你要用文学 小说就是用文学来想象来补充历史的地方 因为因为你知道历史是一种记载嘛 对 可是不是代表说历史没有记载 就是说他没有没有 不会发生 没有发生 是的 所以他需要一些文学的想象 合理就对了 我就想是合理是符合 符合历史的 他是一个依据的一个合理的推测 有一句的合理的想象 是 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航海霸权 他们就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那时候17世纪 他们在做那个海外扩张的这个阶段 他们应该当时的目的地 应该是当时的大国 就是东亚的大国 中国或是日本 他们当时是想要尝试去打开 这两个国家的门户 对不对 那他们为什么 就是在这个大航海时代 荷兰人跟西班牙人 就是对台湾这么有兴趣 他们为什么要来台湾占领 这就是说 因为当时 比如说中国跟日本都把门户关起来 不得其门而入 像中国 中国根本是只开放澳门 给最早来的葡萄牙人 然后其他他就封起来了 他不让你去 没办法 对他封起来了 然后日本也是 日本甚至还发生海禁 后来是海禁 根本是不让你进来 然后日本后来只开放给荷兰人 所以他就让他们两边都 像河南人 河南人一直想进中国 就进不去 进不去 然后他们后来就去占了 他们最早在来台湾的之前的 他们1624年来台南 他们1622年就去澎湖这样 可是当时澎湖算是 那是明朝是把澎湖视为领土的 他是明朝的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不是 那然后那个澎湖视 那澎湖都有那个海军 中国的水师 所以当 所以他们去巡逻 所以他们就把河南人 就把他赶走了 他说你不要来这里 你就去台湾不要来这里 结果河南人就来台湾了 对台湾 他就到台南 因为他想说 不行 那我就在这里做个基地 然后你附近 找个地方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中国人 中国的船 福建船可以 带货来这里 跟我做贸易这样 所以就是 只要有个据点就可以做生意 所以他们就 就占据了南台湾 然后他就变成他的控制 因为河南人的总部在印尼 然后那个菲律宾的总部在 在菲律宾 这是西班牙 西班牙总部在菲律宾 这是他们之前就 大概在11世纪的之前的几年 就已经都完成了这样 他们是两个国家都先到东南亚 有一个根据地 然后西班牙人最早 他们在菲律宾 然后那个河南人在那个印尼的 就是现在的亚加达 好那那河南人 北上又把台湾占据之后 台南之后 他就可以控制那个福建的那个船 开往菲律宾你知道吗 很近嘛 嗯 附近的水道都是在他 对他控制 在西班牙就很急 他就把我的那个贸易阻断 他们就要抗衡嘛 所以那我就绕到 他们从东海岸上来 就绕到台湾 我台湾也做个基地 第一个我可以跟你抗衡 然后他后来想说 那我在基隆开一个贸易基地 也可以啊 中国的 那我跟日本又更近 中国日本都可以来我这里贸易 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 两年之后 他们就马上就在 就在基隆这里又就建了一个 又在插旗 就是他的插旗 就是他的宣誓他的主权 就知名 然后再来就是贸易 然后再来就是传教 他们都是三个东西 三个合为一体的目的 三个东西在一体的 对 那老师那个当时就是西班牙人 他们到和平岛啊 就是插旗之后啊 他们就是 形容和平岛这个地方 好像就是叫做 鸡郎 鸡郎 是吗 因为就是说 其实鸡郎这个字 他最早是指这个 和平岛 后来才慢慢扩 解释为这个整个基隆 基隆大地区 就像那个 台南 就是安平这个地方 他以前叫大湾 后来就台湾 后来就慢慢就 指台南 后来慢慢扩大成为整个台湾 可是他们最早都是一个 像安平 安平最早就是在一个那个沙洲 然后那个基隆这个鸡郎 他最早是在一个岛 就是河平岛 这样 然后这个鸡郎这个字 其实他的 他是那个 也是福建人的一个命名 对 听起来就是台语鸡郎 鸡郎 对 因为他就是形容他像鸡的龙子 就是说 他们一般都形容这个岛 像基隆岛的地方不只基隆这里 很多地方海上都有 就是他那个角的形状 像个基隆的样子 然后他就会命名 你知道基隆的长什么形状吗 基本上就是一种 很像我们讲的那个三角锥 可是他上面是平的 为什么平的 因为他有个圈圈 他要把鸡抓进去 拉出来 所以上面有个孔 所以他上面是平底的 比如说一个三角锥 然后上面是平的 所以古时候就是 其实汉字写的话 基隆的话 其实是抓鸡的龙子 是鸡 然后跟龙子这样 基隆 对 所以说他这个名字 因为当时是 当时那种 中国跟琉球 他们有往来贸易 他们叫做 当时叫做 中流朝贡贸易 就是当时琉球他们像 中国朝贡 然后那个明朝就会 尝试他很多礼物 那他礼物他就可以拿 带回去卖做生意 后来就开拓了一条 开拓了一条 当时这个等于说是 中国跟琉球跟日本的贸易 那中国的港口都开在那个 不是泉州就是福州这样 然后他们 从这里福建前往 要前往琉球跟日本 他们会有一条 就开拓出一条航线这样 等于说就是做生意的一个海上 一个航线 因为当时都是帆船 你知道帆船在 他是 你看不到目标 他们在海上都是要 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做指标这样 就当时河密岛是他们从那个 意思说从东海要转到台湾北海岸 就是要往琉球的方向 然后去接那个黑潮 然后上去嘛 因为那种你翻船就是要靠 风向跟 电视 洋流才能够顺嘛 然后他们就去过这里 基隆这里的河滨岛 你在河滨岛上看不到基隆的样子 可是你如果从海上 海上看你就看得到 有个河滨岛第一个岛 第一个出现在上面 就是一个形状很像那个基隆的样子 这是我实际坐船去做考察过的 对对对 我有看到老师脸书上面很可爱 就是很有冒险精神 还真的去考察 所以说他这个 他这个名字出现了很早 甚至比台南那个大湾 台湾的名字都早这样 然后就说 当时就说 所以这名字已经有了 当时的国际地名 所以为什么西班牙人和河滨人来 他们他们 因为他已经有地名了 所以他们就标音嘛 都用当时的 直接音译过来 标音对 两个发音都是 都是鸡人 可能我们希望发音都是鸡人 那这表示 这是张州人的那个 的命名这样 的命名这样 就跟着一起叫 对 这是基隆这个地名的 由来 这是我大概三年前 我说我接那个 河滨岛历史研究案 我们做出来的 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 推论这样 对 了解 老师我们翻开 小说的第一页啊 可以看到有一张就是地图 那这张图 现在看起来应该就是老师刚刚讲的 和平岛嘛 那这个是当时就是西班牙人 他殖民台湾的地图 对 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这是当然这个图是现在画的 就是说我们当时那个研究案 我们的成果 就是要缴出那个 三十幅图这样 是 因为我们是在介绍 和平岛的历史变迁嘛 对 所以我们就会 譬如说 在荷兰 在假如说最早是 原住民的时代 那和平岛长什么样子 是 西班牙时代 和平岛长什么样子 像你看 像你看 就他第一个 他那个城已经 城已经建好了 然后上面会有插着西班牙的 那个 当时的旗子 当时的旗子 很像海盗 对 还有他们又在那里做那个 做那个堡垒 就画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就 就成为说 我们现在根据 历史研究所 画出来了 当时西班牙的 那个时代的 地图 地图 之后 河南人来了之后 那个国籍就 又倒的不一样 国籍就不一样了 还有那个城 因为战争有一些 毁损 是 就他那个 那个林宝 本来本来是 林醒的 后来就变成远醒的 就那修复过 我们就在 怀映在 河南时代的 那个他的地图 然后再来是 郑城公的时代 那个城已经 越来越回了 又变得不一样 然后到了 清代那个城 几乎都看不见了 就就是回了这样 然后到了 日本时代 那个 那个又开始 他在做什么 造船厂 所以那个城的 位置都改变了 所以我们会画很多 很多时代 不一样时代的 他的地图 那因为这本小说 讲西班牙的历史 所以这个图 我们就跟那个 请那个 当时的背景相 请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授权给我们 那个小说使用 这样 当时这个图是 由台湾历史漫画家 是我们的好朋友 杜福安先生 是 画的这样 对 我觉得这个地图 看起来好 不像台湾的地图 因为乍看之下 又有就是 西方人的这个 就是救 圣旧组成 他是有个 是是是是 我们就把那个 西方的那个城墙在 把那个城都画出来 对 这个是我们十张 就是和平岛的地景图 那另外我们也画了 二十张的是那一种 我们叫做 历史场景 就是我们想象 当时可能 人们的活动 对活动什么 比如说 你刚看到那一张 就是说他 经过看到 那个基隆的样子 那个基隆 我们认为 这个基隆的 一个想象 就是当时 名字由来 就是传经过 然后然后都 我们里面 也有画当时的教堂 怎么样 我们都都 都有画出来这样 好 因为因为我们这个 节目是Podcast 听众可能看不到 这张图 那大家可以就是 除了去 拜读老师的书之外 还可以到我们的 联合报数位版上面 我们也有就是 关于 老师的这本书的报道 那上面有这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图就是帮 帮助你在 你在读小说 进入这个场景 你要有图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不然你有时候 如果没有概念 你就不知道 那个位置在哪里 真的真的 对 就是想象力 有限的时候 需要靠图来 是 是 好 所以我们回到就是 这个场景 因为当时族群 就是比较 就是多元一点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有西班牙人 就是当时的殖民者 是 那也有福州人 然后还有就是 大部分是当地 在当地生活 就是 原住民马赛人 原住民马赛人 那他们之间 是什么样的相处关系 当时 你如果根据后来的 整个历史文献 包括西班牙 两个克兰的那个记录 当时的和平岛的岛上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原住民的那个贸易中心 是 就是当时很早 和平岛原住民 他因为和平岛 你知道和平岛它是一个岛 上面那个 平地没有很多 他没办法做那种 大量的那种耕作 像你如果像马赛人在淡水 淡水也有马赛人 淡水也有 他们就会种到种米这样 所以和平岛是没办法 有什么生产的 所以 他们就发展了 他们自己的那种 马赛人的那个生活的方式 他们很会做生意 对 比如说他们 因为他们当时 可能就有对岸的那个 福建人 福州人 尤其福州人 因为福州跟基隆很近 那个船如果没有 船大概八个时程 十六小时就可以到的 所以他们中间就是有一个 商业行为的关系 他可能会这里把 比如说我们原住民的 比如说鹿皮 然后那个什么硫磺 因为他们那时候 中国很需要硫磺 为什么他们当时 你看那个以前 那个玉永和不是写 那个采流 采流之籍吗 他就是 因为他硫磺可以做火药 这样 他们有时候军队需要 武器 对 然后就他就会把这些采集 然后就是 然后跟他们的 或是树的那个藤 然后就交换那个中国的 比如中国的布 我们喜欢那个中国的布 还有他们的 比如说瓷器 瓷器淘气 这样一种 当时都移乎移乎 就做这样的那个交换 所以他本来 本来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 原住民跟汉人的一个 一个贸易中心 商城这样子 后来 后来日本人也过来贸易 所以当时岛上还有一位日本人这样 他娶了原住民这样 生了小孩在那个 好像是一个京都人 这个都是有记载的 包括就是日本人也是有 就是被记载在历史里面 对 这是后来河南文学 因为他们发现来的时候 发现岛上有一个 有一个日本人 对 然后他就 他就讲着 然后是有记录的 然后再来就是 我刚刚讲的可能是福州人 那另外有菲律宾人 菲律宾人就是他们 其实当时西班牙人就有带了 就有带了很多 菲律宾人在 在马来 在菲律宾是 马尼拉 那可能是军人 那也可能是移工这样 所以那个时代 其实就已经有移工了这样 哇好多 好多的族群 有西班牙人 然后又有菲律宾人 然后又有日本人 福州人 马赛人 对对对 然后当基本上就是说 统治者就是西班牙人 因为他们有武力 虽然人数没有很多 大概都基本上都在几百人左右 他没有很多 可是他因为他有武器 这跟台南一样 所以你河南人也 自始至终都 最多 只有1000多人的军队左右 所以 统治者是少数的民主 对可是因为他们就是 武器强大 有枪 所以包括当时 就算盛神工要 驱逐河南人 也是打了大半年 打了大半年 河南人没有 没有什么资源的才投降 不然你有时候没那么容易 因为他们有武器 有大炮什么之类的东西 荷枪实弹 对他们就是统治者 那其他的族群 基本上就都是 就是知名嘛 你一定会被剥削嘛 你不管是人力 你来找人 你来帮我 帮我 比如说我要建城 盖城墙 我要盖城 我要盖一个教堂 你都要来帮忙 人力 然后也在福利宾 还会抽税什么之类的 等等这样 这是一个知名就是这样 可是他们一方面 又在传教 是 所以有时候传教是神物 好矛盾 神是会扮演比较 和平的那个角色了 可是对 有时候对云之平来讲 他会觉得说你们其实 你们是一起来的 对 后面藏着枪 对 所以里面有神物说 我们是私下跟刀剑 就放一起这样 这个后来都不一样 你知道后来像马街 他们来传教 或者我们现在台湾 台湾有很多那种 欧洲的神父 就是他们 他们那个来的时候 都是单枪匹马 对 然后他们来这里 一个地方奉献 那才会让人家 真的花字心里面的一种 相信 尊敬跟相信 对 不然你早期 早期比较困难 因为他认为 你是跟殖民者 一起来的 当然也是有 很好的神父在里面 这是我故事里面 故意要写这些 这些故事出来这样 写小故事 是是是是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这些精彩故事 那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老师 就是当时的西班牙人 在基隆的和平岛 他是以这个岛为据点 那我们刚讲到 他就是会往周围去扩散活动 那我就想说 现在我们在北海岸 有很多的这个热门的打卡点 像是正兵渔港 然后神秘海岸 或是野柳 南亚奇岩 或是最东道三雕角 这一代的这个北海岸 其实都应该会有一些 西班牙文化语言 或什么样的一个终极 我们就说 因为西班牙人很喜欢用 西班牙人常用他们的 一些圣土的名字来命名 然后他们的 他们一开始从菲律宾上来 是 那一直东海岸上来 然后一直到基隆 然后后来又去 后来基隆几年 几年之后又去淡水 又建了一座城这样 所以他们只要是靠着 那个基隆的 比如东海岸跟那个 那个北海岸 这这边这样 这一代的地方 他们都有很多秘密 是 但因为西班牙只有16年 他们没有办法留下一些 所以尤其那些建筑物都 后来都消失了 对 都没有了 你说像河南人在台南 他们 他还是有一个热闪遮层 热闪遮层还留下一面城墙 对 现在在 西班牙之前是什么都看不到 真的 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那个层 那个层其实比热闪遮层很大 你知道吗 真的哦 所以它的面积是比较大一点 当时是东亚最大的层 哇 可是因为它被埋在 现在那个 台湾炸船厂的那个 哦 他在日本时代末期就坐造船厂 就在那个层的位置 所以那个层刚好在那个 船坐船的下下面 是 当然这个里面 我们所谓的考古 就是说 如果它现在是民宅 你就不能挖嘛 嗯 所以那个 那个 那个造船厂你不能挖 那他们有测过 就测过那个 就是那个层的 下面是有东西的 地基还在 对 哇 可是因为上面是船 你就不能挖 即使你要挖的话 很多 很多住家 可能下面也是也是啊 可是你有住家 你就不能挖嘛 像台南你也不能乱挖 因为当地有居民嘛 就不能挖 那基隆这个也是因为 这近年才挖到 为什么 因为它在停一个停车场 然后停车场是 上面没有建筑物 是台船的 哦 是台船的地 所以它 它不是民间 所以它可以挖 然后就是说 它也不是乱挖 说刚好在挖天场 不是它是根据 新旧地图 判断 判断位置大概在那边 他说怎么这么巧 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停车场 他们知道是教场的位置 但是挖的管人没错 就挖到那个教场的那个 地基啦 地基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当时的骨骸啦 因为他们很多都会把一些那个 尸体都埋在家旁边 这是西方的一个习惯 对 现在也挖到了 然后也证明说 里面有一部分是欧洲人的 那个骨骸 当时殖民者西班牙人 可能西班牙人 或可能是后来的荷兰人 总之他们说是欧洲人 确实就是跟我们这位东旺人 或是原住民的骨骸不一样 确实这样 然后说 所以它后来是留下一些地名这样 然后我们最明显的是说 我们最早大家都知道三雕脚 所以这个名字感觉好一国风 三雕脚是因为那边有雕吗 如果你用台语它没有雕 如果你用台语念 它就是三雕杆 三雕杆 以前文献也要写着三雕古 三雕古 那它英文就是Santiago这样 Santiago Santiago Santiago这个地名在南美洲都有 不是美国那个Santiago那个字 接近 可是它两个圣徒是不同一个人 那Santiago就是圣亚各博 就是耶稣的门徒 收到一个门徒之一 用它的名字 圣亚各博 然后就是西班牙地名 它就是Santiago 然后我们这边就一神三雕脚 你要用台语念 三雕角 后来有简称三雕 就从Santiago这个印来的 表示当时西班牙人留下了地名 那再来一个是野流 野流这也是20多年前才发现 你知道以前都不知道 当时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一个我们台湾的学者 我的朋友翁家英 他推断的 就说你知道 不然你这野流你怎么解释 野外的流速吗 因为他根本是还在海边 怎么不会要流速的 然后他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野流 当时就是西班牙人在基隆 有一个城 然后他们在淡水也建立做城 因为他们往来 如果你坐海路 你从基隆和平岛到淡水 你中间就会经过野流 其实你现在和平岛 你在和平岛看 就可以看到野流了 很非常非常清楚 从和平岛的角度可以看到 很清楚这样 看到野流这样 然后 然后他们会经过 你知道野流是那种火山爆发的那种 它有很多暗礁 流海里面 很多暗礁 火山岩的那个地形 对 所以很多船都会在那里触礁这样 所以西班牙人的船也会在那里触礁 触礁 然后一上岸 就很多奇怪的石头 当时更大 因为现在开始风吹 海湿 海湿又比较小 就像女王头越来越小 然后他们最典型的就有一种叫殉状岩 像蘑菇 对那像一个人的样子 那西班牙的印象就把那个当做什么 当做魔鬼这样 我常常在 又黑黑的这样 所以他那个你看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士的地图 他就标示潘他 Diablos 潘他就是狭角的意思 Diablos Diablos是英文的Devil 就是魔鬼 就是魔鬼的意思 对 Diablos 然后你想说这个Diablos 如果你用那个台语念 Yah Yah Liu Yah Liu 你知道吗 对 是这样连结起来的 我们这样是推断的 是 然后就说 应该就是这样 那现在已经被那个 耶流已经承认了 所以他现在介绍耶流 他会去说是西班牙文的那个Diablos 来的 你记得你会留一个三雕 三雕脚 你怎么可能 不可能 对啊 应该是同一代的地方 可能都有一些些 对 然后我们台湾有一位西班牙籍的那个学者 叫 鲍小鹅 因为他后来研究 西班牙籍在台湾史 然后他也接受这个 说法 那还有一个是苏澳这样 苏澳也有 这个也是 他已经不是在北海岸的范围 在下面一点 他经过啊 因为西班牙籍 绕过山雕脚 西班牙籍也有到 也有到宜蘭 西班牙籍也有到宜蘭传教啊 该不会有洗过苏澳的人群 然后还有到那个花莲 就去寻找房 寻找房金啊 这都是有历史记载的啊 那苏澳 苏澳就是说 这是我 这是我之前那本书 大湾导演富罗沙 因为那是台湾地名书 是我跟那个翁佳英先生 两个做了 他也推论说 苏澳这个地名怎么来的 因为澳的意思就是海湾嘛 这台湾就是苏澳嘛 然后这个 你看台湾所有的澳都是用方位 比如说南方澳 北方澳 然后深澳 他都有这种比喻 人家怎么为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苏你知道吗 那是那有人 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的日本人其实也就是说 啊这是一个姓苏的人 哈哈哈 当最早 最早信到你开花 可是你后来没发现说 其实在苏澳 有姓苏的吗 很少这样 苏澳并不是大姓 而且都没有故事留下来 你你如果说像像我们讲 他们讲无杀到宜蘭哦 就会有很多无杀的故事嘛 可是都没有他讲的这个姓苏的这个人 然后历史文献也没有记载 这是日本学者 然后后来翁佳他们就推论说 他去找那个他的西班牙的命名 西班牙对西班牙的命名叫做圣劳伦佐 圣他都叫一个圣 圣就是那个圣徒 或是圣人的意思 圣法兰西斯古 然后那个 劳伦佐就是 就是Lorenzo Lorenzo就是那个英文的Lawrence Lawrence 这也是一个圣徒的名字 他们叫Lorenzo 又是一个圣徒 他们叫Lorenzo Lorenzo 然后你如果还听说 他如果当时叫做Lorenzo 后来简略了 就那个Saw就是Saw 这个名字的这个来的 从那个尾音来的 对 这也是非常比较合理 可能性 对 而且他知道有根据 他不会像你讲那个姓苏的东西 根本找不到这个人 然后那个人叫苏世伟 可是你文献里面找不到这个人 是 所以这是我们推断的 然后目前就找到说 三个 三个那个那个西班牙的那个 留下来的 西班牙语文影响的一个地名 的地名这样 那还有另外一些就是说 我们现在会讲说 这个问题我常被问嘛 因为我也写吃了台湾食 写台湾食 有人就说那西班牙到底留下什么 吃了东西 对啊 这个我也好好奇 那就是说 他跟河南人也是 我问河南人留下什么吃的东西 其实因为他们的时间很短 他们没有办法留下那个 整个的饮食文化 因为有人可能期待说 我做什么 可是我最近就是说 我们现在很清楚知道 他们当时就是说 我们所有原产里 南美洲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玉米 是南美洲对不对 玉米 番薯 马铃薯 然后一些像还有一些那种辣椒 辣椒也是 这些都是美洲过来了 只要是美洲过来了 都突然都是当时西班牙人 那个他们船队 当时的船队带来的 那个哥伦布之类发现 然后是由他们引进到 那个从南美洲带欧洲 然后再从欧洲带到东南亚 然后带到台湾这里来 那另外就是他们也从那个欧洲 带东西过来 对他们要吃的东西 对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高丽菜 高丽菜是欧洲的东西 所以它跟韩国没有关系的 它是欧洲的东西 然后你知道高丽菜的那个 它是从那边引进 然后到那个东南亚跟台湾都有嘛 那你知道高丽菜的西班牙文怎么讲吗 我有看书 里面叫COL 对 然后复述是ES 高丽 就是台语的高丽 所以都从高丽 这根本就是西班牙文 台语直接 台语就是保留 就是说当时那个东南亚也有 也有很多讲他们叫福建话嘛 是 那也就是闽南语啦 对 同样就是高丽 所以他们新加坡 我朋友新加坡他们 他们也叫高丽哦 这个音就是保留那个当时 西班牙文 西班牙人或河南文叫KOL 华音也很接近 好像这是高丽这个音保留下来的 那还有我们讲的那个莲屋 莲屋也是 莲屋是原产离马来半岛 那也是河南的西班牙人 从那边带到台湾这里来的 哦不是台湾原产的 不是那个原产地是 是马来半岛 印尼以后嘛或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叫Jambu Jambu Jambu 然后你如果查那个仙台文献 对这种水果有很多名字哦 嗯 有叫简路 然后什么什么一堆哦 展物哦 然后还有还有一个是联路 嗯 因为是台湾人比较比较那个 起名字比较美化的这样哦 嗯 所以他他就 所以他的名字有简物 简物那如果 如果文件上有简物 简物就很接近台湾的原因 叫简布这样 嗯 凤梨也凤梨也是西班牙人从从那个美洲带过来的啊 嗯 然后然后这个凤梨就在东南亚他们就叫黄梨嘛哦 嗯 黄梨 就他们是一个pine apple嘛哦 然后叫pine 然后然后 因为我们当时就你你如果看到这个凤梨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都很像 你都用一种梨的梨的东西来 像若梨他其实也不是梨吧 也不是梨 可是他就用这个形状很像梨哦 嗯 然后那个若是黄色的 所以他们就叫黄梨 哦 黄梨 当时对于水果都是比较像外观 他都会用那个来命名 对因为用一个很像我的 我们知道的 熟知的 我们知道的那个就像就像你说你说我们讲的 你说这个高丽菜哦 嗯 高丽菜在中国是叫羊白菜哦 所以西洋来的白菜 那台湾 台湾是抓到原因哦 我们是抓到原因叫 高雷在保留 那在中国他们就叫做羊白菜 就是你这个是西洋来的 他们就分得很清楚 就说这个是外来的 很像我们的白菜他加羊或加帆 哦 像帆鼠就是说你是你是跟中国的鼠不一样的 帆是表示表示外来的 嗯 哦 同样的 所以所以我说他们是留下来很多引进很多 可能当当时一些他们 作物 对从那边带过来的东西哦 这是他们对台湾食物或是饮食文化的一个影响这样 嗯 但是呃 当时的西班牙军人除了刚刚老师提到他们带来这些作物之外啊 有没有可能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就是现在可以吃的到就是很有名的北海岸的那个就是名产像万里蟹或是潮蔓之类的东西 这个这个我都 因为我想让我的小说里面有一点那种文创文创味哦 我会说把一些 嗯 和平岛的那些 譬如说和平岛的一些景点哦 嗯 还有和平岛的一些物产哦 哦 我都写到小说里面去 融入里面了 如果现在有你怎么知道 就通常以前也会有 嗯 就像就你像你刚刚讲万里蟹嘛 嗯 那万里蟹就是有三种嘛 其实就是 花蟹 是 三点蟹 嗯 还有一个酒精哦 就那个 时寻 时寻哦 那万里蟹其实是 它是一个创造出来的名词啦 他也是我们以前200个同事记者 叫刘伯伯哦 因为他帮那个台北 新北市政府做那个宣传 观光的 当然他就认为说 因为万里这个地方是这种蟹 他的那个呃 预算最多了 嗯 那他也可能 譬如说他也可能来基隆海域补 他也可能去那个 中部南部海域补 他最后都会运到那个那个万里 所以他这是这是一个品牌的名字 哦 其实他就是花蟹 和平岛要花蟹啊 我们我们 因为花蟹会就是在那个海域附近移动 那从很长 从日本就有了 开始就有了这样 很多花蟹 那和平岛也有很多花蟹 像我们的很多朋友在和平岛的 他们是和平岛的渔民哦 他们也会补到花蟹哦 嗯 那我会特别把花蟹写进到我的小时候里面哦 比如说比如说因为这种蟹是他的蟹壳上面有一个十字架 我们我们 他的花蟹吗 我们一般都因为我们看到花花的 我们都给他叫做花蟹 我觉得很漂亮 可是你如果是西方的那个基督教徒哦 嗯 他一眼就看到上面一个十字架这样 真的非常的 宗教的那个导印 对 然后他们又有一个又有一个 也是一个传说哦 就是你知道 这个都在西方亚来台湾之前就有 就有这个传说哦 就你知道他们有一个传教师叫做 杀务略杀务略是最早来东方传教的欧洲人这样 说比西方亚来之前还还早 他曾在印度待过在印尼待过 也在日本待过 嗯 本来想要去中国 后来好像后来之前就就生命就就就就去世了 那他就传说他在不在印尼或者是印度的海边 他说他他的那个 他有一个喜欢的私家 就有一次不小心掉到海里面 然后他就很懊恼 然后就有一天 海滩上散步哦 然后就突然看到有一只蟹哦 然后就两只蚓就夹着一个私家 那就是他掉在海里面 那就是很高兴哦 你知道神母都会祝福嘛哦 所以他就在画个私家祝福 从此那个私家就留在那个蟹壳上面 用这样来解释他上面的 就是真实有这样的传说 那我习到我小时候里面就就完全合理 当时的和平岛那个女子叫宇兰 他在海边看到一个蟹 然后他就跟神母说 啊神母你看上面有个私家 神母说啊他听过这个故事 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 这完全符合那个整个那个 历史的时间跟时空都是都是对的这样 所以当时时发是一个海藻嘛 当时可能你现在有时候海草你在 你在岸上就看得到啊 那个绿绿的啊 那个都是可以吃的这样 所以当时也是有可能他们 是是是你就写到书里面来都是很正常的 还有雨他们当时很多 像像你把那个像我把那个锁管 那个小卷哦 透出都可以选去啊 哈哈 这是当地的物产嘛 对因为我们这个在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到西班牙我们没有记载啊 可是我们千代的文献有记载啊 他说从那个一种稻人到山雕这一带 他说都有一种捕鱼的方式 就是他们就是用火这样 对他们就是派了三艘船 其中其中两艘是拉一个鱼网 然后第三艘是点一个火把这样 你知道很多鱼有趋光性 对 其实像像野柳现在还有在用 他们用那个硫磺那个烧火嘛 然后你点火把那个鱼就晚上的时候 看到光它就会来 所以你不用抓 它就自动就跳到网里面 然后再用网把它捞起来 现在现在海边你如果去那个 去那个北岸 从那个北岸到那个东北角都有 那渔船 你如果去那个什么深澳渔港 那个上面都打灯嘛 没有 那就是到海上灯光打开 网架好 那个那个 就等于来 有一些鱼有趋光性 像白带有趋光性 然后那个手管壳 对 那个小捲都是趋光性 借钓小管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他那个他那个所谓钓 应该他那个不是钓 他那个你光一打他就自己就 游到这里来 对 然后他再往拉起来 那一捕一捕获就是非常多的 不过这是比较算是古法的一种捕鱼方式 因为古代用火把 像清朝清代记载用火把 嗯 啊现在当然用灯就好了 嗯 现在用电灯 现在科技比较进步 你现在像你如果去基隆 他们还有这种晚上带你去那个 比如他船上有那个 让你钓鱼嘛 那另外他会带你去 去看他看到有人在捕那个小捷的船 啊他们就是 用个灯光在在海海上在那边 然后我会把那些那些小捷 透出吸引来 过来以后然后再捞起来 就就就一大网里面就全部都是 所以我会把这东西写 写到里面去 我觉得都是很很自然的这样 因为是当地的物产这样 那老师我们那个就是回到书里面 那个刚有提到原住民的那个女孩玉兰 呃马赛人是台湾现在还现存的原住民之一吗 他大概在 因为当地在和平岛那时候 在清代以后就开始那个大量的那个汉人移民 嗯 过去 所以他那个就已经 现在还有少数的人他知道 他说我是 是那个和平岛原住民的后裔 可是他们的那种文化什么语言都 你可以说都几乎是凋零了 凋零了 对 可是比较有趣的是说 在那个日本时代 有一位那个日本的学者 当时就在做研究 他在山雕有找到一个 那山雕也是跟基隆那个住民是一样的 他就在当地找到一个人 当时有一个老阿嬤 然后他觉得他会唱很多他们的原住民的歌 嗯 讲一些话 然后他就用轿子把他 请到那个 当时台北低低大 他在做录音 然后就叫他唱歌 录音 然后把这个台湾一个语言 日本的语言学者 然后把他那个 智慧讲出来说这个叫什么叫什么 所以他竟然保留了大概记录下来有一千个那个 词汇 一千个字汇 单字 单字 然后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名字我叫雨兰 嗯 雨兰就是其实云住民话叫雨兰 嗯 雨兰 因为我写说他妈妈因为 生她的时候下雨下四十几天了 嗯 所以他叫给她叫雨兰 那雨兰在就是当 雨兰就是那个 当时的马萨语就是 就是雨或下雨的意思 对 所以我这名字都是符合那个 云住民的话的 因为我手上有 一一千个那个 字池 马萨语的单字 嗯 哦 所以就可以让我来做使用 那我因为我取取作雨兰 就是无烂 就是刚好来跟有关 所以我就用这个真正的那个 那个 那个马萨语的名词这样 对 那几乎现在都几乎都已经 他 像你说像台南有一个叫做 若归他们算是平谱组啦 就是他们是住在平地 不是住在山上 那像台南 像台南是有希腊雅族嘛 对 他们人数多 哦 然后他们都有在 也在做那个 那个 他们的文化的 互信 也希望争取政府的承认 哦 因为 因为这里马萨语就 他比较少 所以他比较没有那一种 说形形成要这种 文化 互信的那种 人数比较少 前几年有人做过 好像没有很成功这样 没有像台南希腊雅族 哦 也做得那么成功这样 老师我们知道就是 呃 宜兰这一块呃 我们好像知道就是 也是平谱族人 叫格马兰族的 格马兰族的 那个分布的一个 蛮大众的一个区域 对 就是卡巴兰族 那马赛人他是 也是跟格马兰族是一样的吗 他不一样 哦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当时很清楚 就是说 嗯 就是说 因为当时就是说 可是他因为海边都是海岸嘛 嗯 那格马兰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原 是 所以他那里是有残迷的 哦 他们有时候会黑板 黑板迷运到这个基隆来 跟黑板迷运的人 加换那些 以物以物 物品 对 啊格马兰就是 西班牙人当时也有记载 他们也有到宜兰啊 嗯 对 他们也有在宜兰 他们在苏澳 河南人 西班牙人就在苏澳驻军啊 嗯 那苏澳他们苏澳是有 有军队 苏澳西班牙人就发现说 苏澳当时就知道 这苏澳是东部 最好的港口这样 港湾 一直到现在都是哦 苏澳是一个东部 东部最好的港口 后来才会建苏澳港嘛 嗯 然后还有军舰什么的 对对 所以他这种说是一个 东部 东部最好的 最优良的 天南港 嗯 我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台湾的土地认同啊 还有原民的一些文化啊 最近 好像近几年都 蛮广为流行的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 那个 陈耀昌医师的傀儡花啊 然后到民宗老师的爱尔谋杀 那你认为为什么 台湾史最近 就是这几年变得 越来越重要 其实是说 我们大概从那个 就是说蒋经国那时候宣布解研 然后接下来李东辉执政嘛 然后现在大概算是1990年之后 台湾就有一股那种 我们就我们叫做 因为我们叫做民 民族化跟本土化了 就开始说 就以前被被压抑的 那个譬如说 也就是台湾史东西 就开始就浮出来这样 所以那都就会开始有很多人去 研究 也就是台湾历史 一来一多 然后就资料就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然后当资料足够以后 就会开始有人来利用这个历史的资料 来写小说 所以历史小说它其实 存在很久了啦 它不是不是现在的 你说像陈耀昌的第一部 那个福尔摩沙山珠记 那个是10年前的作品 那你真的就已经写了 那刚好这部是那些傀儡花 那它是因为就是配公式 除了他得到我们那个 一个台湾的文学 那个金钱奖大奖 然后另外就是说最关键 关键还是在 他那个奖是2006年就得了 你当时你也不知道有这部作品 对不对 因为他被拍成公式拍成那个电视剧 然后又花那么多拍出来 然后就整个播出来 然后播出来又有很多讨论 所以就会造人说 他这好像是一个历史小说热 然后我这 我这书就刚好不知道 巧不巧刚好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样 老师太谦虚了 没有没有绝对是搭上那个潮流这样 嗯 但老师这个题材是又更特别 他因为我们真的很少就是听到说 就是西班牙人在台湾的很多的故事 当时是因为没有人用用这个 这段历史来写过小说 对啊 然后我刚好就是因为我有机会参与 我刚刚讲生日前的研究案嘛 嗯 那加上我基隆人 所以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就想写 嗯 啊我写之前那个陈佑昌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鼓励我说 他说啊这个没有人写过 你要赶快写过 因为没有人写过这样 嗯 啊像用南部的就很多这样 啊 那河南人那个很多 啊可是可是就是 西班牙人真的很少 就没有人写过 以前在历史课本 嗯 学到的好像也是 可能第一个就是他的史料 史料不多 他不像那个河南人 你知道河南人跟当时跟西班牙人 两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西班牙人比较重视传教 哦 这也是也是为什么我想说 你想说里面中药成本那么重 嗯 然后河南人是比较经商这样 哦 那河南人他们当当时 他们叫东一路公司 就说他们是一个公司组织 你知道吗 嗯 是公司公司的武装的 武装的那个公司 带有枪暴的一个商业行为 可是他们都是他们意思说 他们在欧洲有很多人投资的 哦 投资他他所以他们要 等于说公司 要对股东负责 对而且公司要赚钱的 是 所以他们来这里的那个长官都会写日志哦 每天写哦 像他比如说在台南那个叫仁兰哲成日志哦 然后在那个印尼那个哦 也要打那个叫巴达威亚日志哦 每天都要写啊 要报告 对 今天什么剧呢 影迹什么东西哦 所以你就看那个日志像 像现在那个仁兰哲成 现在有几年前有翻成中文嘛哦 四大四大剧策这样 哈哈哈哈 就把当时的剧策 所以很清楚 那西班牙什么都没有这样 嗯 我们后来找资料有的 有的是你不要说台湾哦 有的甚至都还要去菲律宾找 然后去西班牙找才才才找到那个那个 因为当时是他们主要据点还是在菲律宾 对 主要据点在菲律宾 对 老师那我最后想就是问一下 就是说小说里面啊 除了就是展现了很多 十七世纪在台湾很多的多元文化 族群互动之外 那还有一点另外一个面向 老师也很深刻的反省了西方的殖民主义 那书中我有看到一句话 就是一开始提到的蛮有印象 就是您说相信世界上一直存在的真善美 近乎神圣的人和事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这句话代表的意涵 我主要是要讲说 虽然我当然希望大家的了解历史 那可是因为我们这边常有人担心说 会把那个殖民的把它美化这样 那可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抱着反省 而且反省是由他们西班牙人自己在反省 对 对我两个神父一个军人就反省 知道说尔利是从美洲开始反省 他们的殖民就是他们其实是带给美洲的一个大灾难 对 可是因为那是国家的利益 所以很少人谈这样 因为那是国家在做了 国家在做了 他在美洲确实带给他们很多财富 尤其那个银矿什么 银矿是金矿这样 可是他那是对原住民当然的伤害很大 然后在菲律宾也是一样 都有这样 所以我一开始借由他们的西班牙人自己在里面做一些反省 这是我在历史部分希望带给观众 你除了认识那个历史 也知道他们当时是一种帝国的一种薄削的 一种殖民主义下的一段历史 那我会写说你刚讲说相信 相信一直存在这种真善美 近乎深圣 因为我里面写宗教 所以我用神圣 就是说 那我想说里面的人物有很多 都是好的人 有人就跟我说 你为什么里面都没有善恶的冲突什么 然后这样比较有剧情 那我说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就是想写一些好的事情 那我相信说 其实我们都一直存在有一些 善良的人 那个他们所谓的 族群里面他们可能有一些 很比较和平的接触的方式 然后互相帮忙 也打破 打破他的那个籍贯 族群跟那个宗教的一些隔阂 我相信绝对会有存在这样的事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文学的品质 因为你写历史小说 毕竟是有历史加文学 那我也希望说 每个人读的书以后 你除了了解历史 你也藉由这一段的这种文学的那种很真善美胜的描写 那我们一般都对于自己的那种心灵有一些洗地作用 那其实我常说你 你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我存在那种真善美胜的人 那表示你也可以做到 所以每个人应该提升 做好的事情 把自己的对自己的自我期许提高一点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都没有这样的人 其实是有的 你也可以做到 这是我小说里面 然后我把它写成第一句 就是我希望我小说里面能够达到的一种 文学 大家读的里面的文学的感受 在人性上面可以做一些提升 对对对对 这不是我们看的文学作品不是就是这样吗 是没错 包含老师的一个就是文学的一个浪漫情怀在里面 是是是 好那今天很谢谢老师来就是 跟我们分享爱尔摩沙的玛利亚这本精彩的小说 好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来去看看这一段历史 然后中间有很多多元文化的一些 很不错很有趣的故事 那今天很谢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上网搜寻vip.udn.com到联合报数位版看更多精彩的报道